2024开年的国剧市场 没有预料中的那么热闹 全靠繁花一部剧撑着 不过 大家先别急 今年的狠剧可不少 比如 周一维张嘉义主演的古装探案剧 《大唐狄公案》早已过审下证 大概春节前后能够上新央视 还有观众判了几年的大江大河三 也有网传消息称 即将在本月上旬开播 除此之外 谍战剧孤舟 甜宠剧在暴雪时分 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等等 不出意外 都会在今年上线 观众有的看了 但不知大家发现没 曾经的爆款题材 在国剧屏幕上消失已久 历史商战剧 《大宅门》 《乔家大院》等剧 打造出一部又一部国剧经典 上一部口碑收视双丰收的 似乎还是2014年的大清言商 到底何时 观众才能再看到一部历史商战剧《王炸》呢 这不就来了 网传 《大声艺人》即将在三月中下旬开机 优质班底惹人关注 难道这是新的爆款 那些商战剧经典 大多是以具体人物为主线 观众在他们的酸甜苦辣中见证时代变迁 《大声艺人》也不例外 清朝末年 热血少年古评员陈小事出身小商古之家 本一心想成为读书人走势图 却意外阴差阳错开启了传奇的经商之路 他凭借惊人歹实带领商队勇闯死亡沼泽赢得尊重 与商败正面对决 大快人心 又与好友助力商帮重建规则 为百姓生计和天下商人的利益和声誉做出极大贡献 历史商战剧的第一部 就是要找对导演和编剧 因为这个类型门槛太高 好在《大声艺人》的主创 实力够硬 编剧导演都由同一人担任张婷 说到她的名字 观众可能有些陌生 不过 她的作品大家耳熟能详 如《8.4分》的《四世同堂》 《8.2分》的《风吹半下》都出自她的笔下 而且 张婷倒起戏来也不含糊 她自编自导的《海上梦府》8.2分 《天下长河》8.4分 几乎步步都是口碑爆款 在张婷的作品中 既有大家族的兴衰荣辱 又有小儿女的爱恨情仇 在《大时代洪流》中 表达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 创作出一步步有历史内涵 艺术特色的精品之作 当然 历史商战剧的选角也至关重要 博主爆料 《大声一人》的男主已经定了陈晓 该说不说 找对人了 陈晓的表演十分有爆发力 在《陆珍传奇》 《孟华路》等剧中都有不错的表演 但 她的演技被认可 还是在《那年花开月正元》中 陈晓饰演的沈欣仪表面上是个纨绔子弟 好抢风头 但她的内心不识阳光和单纯 陈晓很好地拿捏住了人物复杂的性格 也演出了角色成长和蜕变的痕迹 《那年花开月正元》和《大声一人》两部剧的时间背景 题材类似 看过陈晓在《那年花开月正元》中的发挥 自然不用担心她在新剧中表现 想必这次她又将给观众带来不小惊喜 女主人选未定 争角大战一触即发 实力主创强势助阵 男主陈晓有言又有戏 《大声一人》的质量一定不会差 不过 该剧的女主目前还没敲定 网友在评论区纷纷安利心仪的演员 其中就属这三位呼声最高 第一位 孙丽 孙丽的演技绝对是内娱女演员的顶级梯队 在《甄嬛传》中 孙丽塑造的甄嬛非常成功 前妻气场柔和 带着富家小姐的灵动 而在被赶出宫又回宫后 孙丽的一个眼神就展现出角色性格的转变 暴露出自己复仇的野心 《那年花开月正元》中 孙丽完美诠释了周莹的蜕变 《少女纯真》 《青年历练》和《中年沉稳间》的变化 都被孙丽演出来了 也凭借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孙丽一举拿下《飞天事后》 更重要的是 孙丽如果能出演这部剧 沈兴仪与周莹的遗憾终于能在新剧中圆满 CP粉狂喜 过去有很多观众常用花瓶来形容刘亦菲的演技 但她在《孟华录》中开场露面就惊艳了众人 这次不是因为颜值 而是清新自然 不着痕迹的演技 她饰演的赵盼儿非常有层次 既有刘亦菲个人风格 又有女子的活泼 一颦一笑让人回味无穷 说实话 在《孟华录》播出之前 我想不到还有谁能压住神仙姐姐的气场 但陈晓和刘飞之间极具默契的互动 演出了令观众牵肠挂肚的感觉 也因为这样 不少观众期待着刘亦菲和陈晓的二搭 男帅女美 有谁能拒绝 李沁是非常挑角色的演员 《白鹿园》中 她将性格坚强 经历悲惨的田小鹅刻画得入目三分 让观众感受到她的悲痛和不屈 尤其是在路边吃野菜那段 把土和野菜一起送进嘴里 将人饿到极致的那种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靠演技出圈的李沁 却在《平凡之路》中栽了跟头 她在这部剧中有些用力过忙 说话时的咬字和表情都显得刻意 分分钟令人出戏 但她的眼神依旧有戏 尤其是看向陈晓饰演的高嘉林时 满眼都是爱意 把角色恋爱脑的属性发挥到了最大 所以有些网友希望李沁能出演大生意人中的女主 和改过自新的高嘉林再续前缘 回看大宅门 大染房 乔家大院等经典历史商战剧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每个人物都很饱满 有血有肉 优点缺点都很明显 但最终都能在历史的夹缝和偶然中成就一番事业 而人物有没有的灵魂 就在于演员的塑造 男主陈晓颜值演技双双再现 塑造好角色不成问题 而女主人选依旧存疑 引起观众们的好奇心 当然 以上提到的三位女主 只是粉丝心底期望的 至于最后到底谁能和陈晓合作 还得看剧方怎么选 无论最终女主角的选角结果如何 观众对于这部古装传奇大剧的期待之情已然高涨 随着先行剧照和预告片的曝光 观众对大生意人的期待值已经爆表 不仅是因为实力派演员阵容的加盟 更是因为这部剧将商战元素巧妙融入历史背景 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精彩的商业斗争 策略和商道伦理的交锋 将成为观众津津乐道的亮点 观众们纷纷表示 他们迫不及待 想要一睹这个清末时期商业传奇的诞生 看到主角林子宏 如何在国家危机与商机并存的时代 崭露头角 踏上商业巅峰 同时 对于林婉儿与林子宏之间的爱情故事 以及与商业对手 沈天鹏之间的商战情节 也充满了好奇心 在等待大声艺人上线的同时 社会民生头条还为观众推荐了 一系列同类精彩剧集 包括历史剧 商战剧等 让观众在剧集正式上线前 能够先行品味其他优质剧集 这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 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 全方位了解这个时代的机会 大声艺人的制作班底 演员阵容以及悬疑商战题材的选择 都为这部剧注入了强大的看点 在这个国产剧热潮中 大声艺人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部立作 期待它能够在2024年成为国产剧的一颗璀璨明珠 懂得很恐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